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家当成一个女广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必要维持下去 当初说结婚的是她 现在说离婚的也是她 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为什么非要瞎折腾呢 丈夫说咱能好好过日子吗 日子为什么就没过好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庞先生26岁来自重庆策划 女嘉宾彭女士30岁来自重庆会计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四岁是吧 这是你弟弟的同学 没错吧 没错 结婚半年 是吧 是 好委屈 是吧 当初是你要结婚的 现在你要离婚 是她要结婚的是吗 是我要结婚的 离婚也是我要离婚的 对离婚你是个啥态度 我反正这边是不离婚 你不离婚 对 您呢 坚决离婚是吧 也不是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她啥事都遇着我 哪怕是我要天上的心意 她都会再给我 可结婚没多久 就换毛病越来越多 比如说 比如说喜欢喝酒 就是你们俩谈恋爱 你没发现她爱喝酒 对 她现在爱喝酒了 对 是爱喝酒了吗 喜欢喝酒 以前呢 以前不怎么喝酒 怎么突然就喜欢喝酒了呢 就是心里面有很多事情很烦 哦 对 有时候就喝喝酒 跟同事这些 不是 你结婚应该很高兴啊 你烦什么呀 就借酒消愁嘛 一天 对 你愁啥呀 结婚不应该高兴吗 你消啥愁啊 兄弟 结婚了 她说我要借酒消愁 你怎么对她了你 我对她挺不错的呀 那咱们说吧 结了婚了爱喝酒了 是吧 也不招家了 对 也不在乎我了 哦 那有时候她出去喝酒 我给她打电话 打死气痛都不接电话 然后半夜 回到家里边 在客厅大呼小叫的 叫啥呀 哎 怎么家里边 怎么这么乱呀 你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哦 然后一生气 她爱把桌上的杯子 给摔坏了 那天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晚上回去 是喝了酒回去很晚了 然后她已经睡了 我怕打扰她 于是我就没有开灯 然后我就去沙发睡觉 脱衣服的时候 就把那个水杯给打倒了 啊 都摔碎了 摔碎了之后 然后她就以为是我 跟她那里吵 喝了八九风 啊 行吗 咋不在乎你呢 以前她跟她朋友出去玩 会跟我分享 她每天遇到的人 遇到的事儿 然后现在我给她 发短相细头话 问她在干嘛 她最多说在忙 就是对我爱里不理的 这是为啥呀 没有爱里不理呀 我要回了的呀 那你回两个字 我问你在干什么 你说在忙 那你回来不就不回呀 两个字也是回呀 没结婚之前是怎么回的吗 不是这样的 没结婚之前电话 短信是不断的 当初跟现在不一样了嘛 现在每天都有工作 然后每天都是上班下班 然后回家就是 基本上都很累了 就想睡觉 行吗 还有啥呀 还有就是 我们两个老大不小了吗 然后她家给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准备给我们结婚用 之前结房的时候 不是要筹备给装修吗 她也答应我了 说要装修欧式风格 因为我喜欢 她妈妈的一句话 说什么欧式风格 不便于打扫 结果她就 我说一百句都抵不了 她妈说一句 结果到最后 伤都没跟我商量 就把欧式风格 改成现在装修了 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啊 你看现代风格 家里面都是这么乱这么脏 如果当初听你的话 改成那个欧式风格的话 那不是更乱更脏吗 平时我两个上班下班 就是回来就休息 拿来时间还有那个 那你改之前 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呀 这个家是以后 我们过日子的呀 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啊 你可以改之前 跟我商量一下呀 不是那天我顺路到那边 去那个施工现场给看 我看都看傻眼了 我觉得怎么施工人员 给搞成这样了 我不给你打这通电话 那是不是到我接房的时候 才知道我家里边 给装成这样子了 他没商量是吧 对 装修风格无所谓 住进去你就会发现了 装成什么样 后来都得霍霍成一个样 这有什么呀 对吧 那也对 对吧 就是后来嘛 房子装修好了 我就说都装成这样了吧 那就弥补弥补 我想要欧式风格的 那个摊桌 那时候他妈妈也说 家里边有个富裕的 直接搬过来 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也算了 到最后 你买酸水壶 他也不听我的 非要在网上买个 几十块钱的 那你自己买不就完了吗 你非指使他干嘛呀 我就是给他讲 我要买一个 然后他说他已经买了 那挺好嘛 你还没说人都买回来 多好啊 买回来就坏掉了 就我还是重新带你 不是说这个东西 买与不买 这个道理 就是他啥事 做啥事都不跟我商量 听明白了 为什么不跟人商量呢 装修这么大的事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除了装修不是小事 然后就是买餐桌呀 然后就烧水壶啊这些 那就说大事小事 你都不跟人商量没 为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为啥是为了这个家呢 不商量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决定了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你在你妈那边 挺难的 我理解的对吗 是 行 这事咱们就放在一边吧 反正装都装了嘛 也改变不了了嘛 还有什么事 你觉得他不在乎你啊 房子装修了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 住了一段时间 他也一直不跟我提 结婚这事 然后 还是我朋友 约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然后在那个 饭桌的时候 我们两个喝 喝酒喝的有点多那天 然后就因为一点小事 给扳嘴起来了 当时我们从餐馆出来之后 他还跟我吵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 接上 他自己走了 那天我也喝的有点多 在回家的路上 然后就把手机荷包 都搞丢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自己喝了酒 还把自己手机荷包搞丢了 你还怪我 那我当然要怪你啊 我都喝醉了 这么大夜的 我在外边 你不觉得我很危险吗 那个时候 我不是 难道我跟你吵架吗 回到家边 我就心里边 特委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根本都没有 在乎过我 也根本不考虑 我的感受 我就要跟他分开 我说我要搬出去 结果他说 那我们第二天 去扯结婚证吧 哦 是因为你要搬走 所以他说要领结婚证 对 他说那怎么才在乎我呢 我说在乎一个 一个男人在乎一个女人 就是要给他一个家呀 你不能给我 我就要分手 所以你是将军 他说领证 是这个意思吧 毕竟这么多年了吧 然后 也想给他一个家 第二天我就跟他约好了 我们说拿上户口本 去扯的证 扯完证之后 不是要走刑事吗 那天他真的 喝了一点酒 然后在台上说 什么他条件好 也不会找我 但是所有亲朋好友的在 我特别下不了台 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喝多了 你是真的喝多 还是酒后吐这颜样 喝多了 然后跟朋友吹牛 开玩笑的吗 那我家里的人 听到怎么想呢 等于在婚礼上的时候 吃喜酒的时候 他当着你的亲戚朋友说 要不是我条件不好 我怎么会找他 我还是说的很小 甚至是开玩笑的 酒喝多了 主要是酒喝多了 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呢 我也没理解 你这开的什么玩笑呢 酒喝多了吧 酒喝多了 对 那这等于 这个酒席也弄得很不愉快 对 就变变妞妞嘛 对 然后呢 然后婚后 他不帮我 分担家务 我那天休息在家边 给烧一桌子菜 他回来看到 这张菜是有一道菜 烧得不好看 他说 这什么卖相 煮给谁吃的 气得我把一桌菜 全部倒掉了 你脾气也够大的了 他脾气是很大 那道菜明明就烧糊了 他可以说 这道菜烧糊了 你尝一下其他的菜 然后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把其他菜全部都倒掉了 还跟我耍脾气 那当然了 你不帮我分担家务 你还鸡蛋边调骨头 你也够逗的呢 人家给你做了一桌菜 好好吃不就行了吗 哪那么多话呀 那挺有意思的 这两口 闹得也差不多了吧 还为别的事闹吗 还有就是 他喝酒 我给他打电话 他自己通电话 他的不接 你跟我说为什么你才爱喝酒 你不是说借酒消愁吗 同事啊 哥们这些 不是 你消的是什么愁 就是心里面烦 你烦什么呢 感觉工作压力大 几个同事 平时下班的 大家AA字去喝点小酒 男同事 女同事 你别提AA字了 男同事 你上次AA字 你就是把 像我在这里骗钱 骗过去 然后自己给冲游戏毙了 什么AA字 就是拿AA字来当个幌子 怎么回事 你们俩财务是个什么状况呀 财务是我管钱 然后有次他跟我讲 他说他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 他们朋友之间都是AA字 结果我根本都没有这回事 我后来问他钱去哪里了 他说钱给冲游戏了 那次说好都是AA字 然后我们搞团建 然后当时那个吃完饭 有同事那个过山 就把单买了 我那个钱可以自己存起来 我想怎么用怎么用 对吧 那你说我乱花钱 你这个不是乱花钱吗 我又没有乱花钱呢 你看你买个包包 都要几千块钱 那你又把我包包给踢坏了呀 我自己花的钱 你给我踢坏了 那你是不是冲了游戏比 我要给手机给你摔坏呀 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呀 都差不多我们俩 差不多 钱反正是你管 对 他喝酒除了 他自己讲的 有一次喝完酒回家摔了个杯子 你认为是发脾气之外 酒后还悟过什么大事吗 有一次他跟他朋友出去喝酒 我打了十几通电话也是不接 反正他每次出去跟我讲得好好的 出去就变了一个人了 不接电话 不回短信 然后后来十一二点 医院给我打电话来了 医院 他说我这是哪里哪里医院 然后他手给划伤了 我当时急得急急忙忙跑到医院 他去躺在医院大厅睡 就喝多了是吗 对 然后我就一晚上没睡觉 就在医院陪着他 第二天看他酒醒呢 我就问他 你手势怎么回事 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到现在也没给我一个解释 那你这个酒就喝烂酒了 也不是喝烂酒 酒量也不是很好 你等于喝完酒回不了家了 是这意思吗 对 不是那天喝多了 喝多了 然后走 应该是被啤酒瓶 还是什么酒杯给花张了 不是跟你喝酒那帮朋友呢 你怎么会一个人落单去了医院了 因为我都叫他们回去了 那他现在等于婚后就老不回家 老出去喝酒 是这意思吗 反正也不是老不回家 非要喝得很醉才回家 一周喝几回呀 三四回吧 干吗呀 想不想过呀 想过 想过别喝了呀 回家去呀 我可以慢慢改吗 不是哪有那么多烦心事 你不能说说吗 你烦什么呢 你是烦工作还是烦我呀 烦工作没烦你 我就觉得你就是在烦我 烦这家 所以现在您提出来要离婚是吧 对 你弟弟知道吗 他什么意见 他也劝他呀 那别喝酒啊 跟我好好过呀 他缺好 他说是我一天瞎折腾 是我一天不是乱折腾 那为什么 你分析过吗 为什么在结婚之前还挺好的 结婚之后就这样了呢 这不才半年吗 你找过原因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婚前哪些事 让你不开心了呀 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让我不开心 反正就是喝酒都是工作压力 他之前有跟我说 他工作上很多不愉快 他又竟然跟他同时一块出去喝酒 然后喝了酒 回来之后就跟我吵架 然后就慢慢变得不爱跟我沟通了 你们俩吵什么呢 我说你能不能每天不喝酒 就按时回家 他说那我工作需要 我要去跟他们一起聚餐呀 那怎么办法 有时候我们在聚餐的时候 要商量工作的事啊 你们俩在交往期间 谁宠谁一些啊 他宠我 所以在婚后 你觉得反差太大了是吗 对 有点接受不了是吗 今天来是要干嘛 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啊 要干嘛 就是想通过你们 然后让他改变一下 希望通过我们让他改变 也就是说 其实他现在的行为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 你们的婚姻了 是这意思吗 再这样下去 你是接受不了的 好 来吧 老师们 事摆在这儿了 过去一直捧在手心 婚后别别妞妞 这半年来 男生突然喜欢喝酒 而女生觉得男生变了 不再在乎他了 也不再在乎这个家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说 对婚姻最具有杀伤力的 它不是争吵 而是厌倦 我实话实说 щоб是这个举方的 有杀伤力的 请问 此次 不允有杀伤力的 他有杀伤力的 你看 这边 不再多 我想 你 我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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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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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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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的确我觉得是工作带给我了很多压力 我一天出去喝酒啊这些 通过今天我觉得 回去我会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 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每天喝酒 以后下来班就回家 多长时间陪陪你 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先封开一段时间 试试吧 如果你真正有这个心 我也会等你 网字揣测一下 男生说这段话不是第一次吧 不是 女生做这个表态也不是第一次吧 这样的场景在你们的现实生活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吧 这次的不同是手里有一张结婚证 靠那个能挽救你们的情感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就当男生特别娴熟地在说那段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包括女生来请关门 包括女生在回应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段话是两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 被无数次重复的一种模式 他就像一个写惯了检查的一个学生 又一次来写 然后老师又在这等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考虑 未来的路其实还很长 要对自己负责任 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来我们来看他们做出的选择 是一种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这个程序员平时没有什么娱乐 在恋爱方面也比较没有什么经验 我女朋友的性格比较外向 总会说我不解风情和我唠唠脾气 她平时还总是因为朋友和工作忽悦我 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跟她交往快两年了 我越来越发现 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合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工作的原因 感觉她好像和我 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她不善于人际交往 遇事想法也很简单 让我有点看不到未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还要不要跟她继续走下去 因为程序员在情感当中 遭遇了困惑了 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猴来自湖南程序员 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江西学生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没有安全感是吧 是的 嫌她跟你不合拍是吧 哪些不合拍啊 怎么就不合拍了 就因为我男朋友她是一个程序员嘛 天天工作就对电脑就行了 感觉就是在人际交往这一块 就不行了 然后性格也是特别那种腼腆 我的性格是特别外向的 然后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性格互补挺好的 现在就是因为性格这一块 发生了很多矛盾 你把这些矛盾给我们说说呗 就说她就是人际交往这一块吧 有一次我带她跟我朋友出去玩 然后我们四个人打牌嘛 然后输了就拿口红在脸上画画 然后因为那次的时候 就她脸上画的比较多了 然后有一次我没偏袒她 然后她就给我生气了 你自己跟主持人说 那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嘛 然后输了就拿那个口红在脸上画画 然后就是我说了很多次嘛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给我画的时候 画了很长的一笔 然后我就说那一笔就算两笔了 因为前面有说一笔画了很长的话 就画两笔 然后那个朋友就不肯 然后就对着她说 你说算两笔还是算一笔 然后她说只能算一笔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她带我和她的朋友玩 她不应该多照顾一点我的感受吗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带她出去玩 朋友当中我照顾她的感受 因为她是我男朋友 其他人照顾别人的感受 因为她是我女朋友 那怎么还怎么玩呀 对吧 而且她当时的话就是不开心 我觉得没问题 咱私下解决嘛 对吧 但是你当天怎样的 就整个脸就拉黑了 大家都感觉出来了 就这个 这没啥 不 她就你看这是小事吧 她因为这个还跟我说分手了 就是当时我后面玩完了 我就跟她低声下去了 就说怎么了 就是想和好的意思嘛 但是她就态度还是很强硬 不给我台阶下 我就一下可能情绪上来了 比较冲动可能当时 就说了分手 挺可爱的呀 也不是也没分吗 我的脾气是那种 就是过了一夜 我可能就不会去想那么多了 但是后面就是 还有一个事是这样的 因为她是湖南人嘛 然后我是江西人 她是在我们南昌上大学 然后因为我留在了南昌 然后她总是跟我说就是 她现在一个人住 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很孤独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一个周六的时候 天气特别好 我就说你别老待在家玩游戏 因为她特别宅 特别喜欢玩游戏嘛 我说你出去打打篮球交交朋友 你不来陪我玩 我还不能玩一下游戏吗 我觉得玩游戏 是一种比较年价的娱乐方式 她非要强迫我去打篮球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吧 游戏这个事主持人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反对她玩游戏 因为她玩游戏的时候 也会跟我聊天什么的 不存在说游戏是第三者 这种情况 是完全不存在 但是我就是不是说限制她玩 只是说希望她少玩 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 一天下来就是只对着电脑 那你就多陪陪她咯 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忙的人 我平时还在学校有学业 然后我平时也会出去 做一些商业主持这一块 周末一旦有空 我也想回家陪陪爸妈什么的 那她呢 但是我一周也会花时间陪她 就是至少也会有一两次最少 没有就是有时候在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星期的话 就有可能就是一次都见不到 这种情况我就可能会不高兴 我就觉得就相当于异地恋的一样 就是她刚说那个有一次 是唯一一周没去陪她 是因为那周我就是加班嘛 然后加班到比较晚 然后呢她就不高兴 平时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特别怕玩手机 你知道吗 就在她旁边 手机是不能开的 不能接任何的工作电话 或者什么电话都不行 她就会不高兴 那次我就问她 我说以后要是真的毕业之后 只会越来越忙嘛 那你怎么办呢 你当时怎么回答我的 你说 我说当时我可能 比较有情绪换完 我过了很久了 我说那就不做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就是我后面想一想 觉得还是不能 因为自己的情绪 就去限制了她的发展 挺好啊这小伙子 然后我提醒你一句 这是写程序的人 不是程序 你现在把它弄成程序了 你说一个回车 她就说我的想法是 这不对啊姑娘 这是你给她的暗示 我觉得这没问题啊 她希望跟你在一起 你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打打游戏解解闷 没毛病啊我觉得 怎么了呢 但是我也希望 她有自己的生活圈 在这个城市 因为她因为我留下来 就已经在一定方面 给我了一些压力嘛 如果说我不能去陪她 不是她的生活圈 不就打游戏吗 但是游戏这个东西 就是对眼睛 对身体都不好呀 就出去打打篮球多好 多阳光啊 好 咱们不讨论游戏好 还是篮球好啊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次也是同学聚会嘛 嗯 她自己说她不去的 那不去就行呗 那我自己去 她说那我晚上去接你 我说那行 然后晚上的时候 十点钟了已经 她没有任何消息给我 然后我就给她 发了一个消息 我说我已经在地铁站了 就是问她在干嘛 她毁了我 就她说在网吧打游戏呢 然后她又问了一句 你又问了一句什么 我说要接你吗 你说不用接啊 对 她问我 她又问我 你要接嘛 可是你下午明明答应我了 晚上来接我 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那我自然就理解我 你在网游戏 不想接我呗 所以我就毁了一个 不用 她真的都没来 姑娘 你想多了对她 你直接说用她会去的 但是就是女神 不想要说出来呀 就是你自己有心 你就自己做了呀 不是 你说她的情商 要是老师她们这么高 那可以啊 人家不就是这么一个小伙子吗 你直来直往多好啊 你看 我很理解她们的啊 可是女生就是这样啊 是 就是她自己答应来接 我还要问干嘛呢 好好好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自己回去了 那个路上一路都没有人 然后我还心里还挺怕的 她一个电话 一个消息都没问我到没到 就是人家玩着游戏 开开心心的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也没想起我 在房间里看到我之后 就过来问我 哎 怎么了 就问了三遍 凡事哄我都不超过三次 然后我说你别你别理我 我说我们冷静一下 然后她就真的冷静了 自己去客厅了 不是 你让她冷静她 多尊重你啊 是吧 你是怎么想的吗 小的 就是那天我回去去看她嘛 看她还在 但是一言不发的 我就觉得可能就生气了 然后我就去抱抱她 就问她说怎么了 然后她就很冷漠 就对我 就叫我去旁边待着 然后我就不敢 就不敢摟她了 我就去旁边 吓这个了 多听话呀 她不是去待着了 晚上我跟我室友睡一下 凌晨三点钟 她跟一群男的 去网吧玩游戏了 又去网吧玩游戏了 哎 你这人真是口是心非 你可说了游戏不是第三者 你不吃醋 我看你这醋吃得杠杠的 我不是因为玩游戏吃醋 是因为我觉得她 我还在生气呢 她还有心思出去玩 可开心了 不是 那些都是你的朋友 他们邀我去了 我不去 就有点不太合适 你自己想玩 你何必找那么多借口呢 就除了玩游戏这事吧 还有就是她这个人 就感觉就是 对着电脑对酒了 只会捡那个电脑的嘛 人的嘛 她感觉完全不懂 就在人情事故 还有一些思想方式 特别简单 就是说那一次吧 就是她买一条烟 送我朋友吧 然后结果人家买到假烟了 我就陪她一起去换 结果发现 就一个小破店 就是一个专门卖烟酒的那种门店 就是我第一次买到假烟 没有什么经验 你当然没经验了 旁边就有一个连锁大超市 她不去 她后面还笑嘻地跟我说 我当时买烟的时候吧 那个人还特意从后面 就捣鼓很久给我一条烟 我当时心里还有点点什么 我说你有点你怎么不问呢 然后她也不问 然后我说那你发票拿了吗 也没拿 拿着烟就走了 我觉得第一次做错事情 没什么吧 但是我后面就没有买到假烟了呀 是 你没买到假烟 你也没讲教训 买了个破葡萄 她买那个水果去 就是给我室友嘛 见我室友 然后我看我室友 就摘出了很多 人家垃圾桶 我问怎么回事 我说这个很酸吗 不好吃还怎么 我就看了一下 那袋子里 很多都是已经烂了 还有一些就是掉下来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 就是就挂不出面子了 我想男朋友 怎么会送这样的水果 他挺懂人情事故的 男的送烟 女的送水果 挺懂的 挺好的呀 那是我说的 他连该怎么挑水果都不知道 就是感觉 像没长大的小孩子一样 就是他当时 叫我去买两个西瓜 那份葡萄就是 我顺便买的 就没仔细看那么多 西瓜买的没问题吧 西瓜没有问题 你看 买了破葡萄没事 你应该再长教训了吧 还没有 第三次也是买葡萄 就是买一挂就花了将近小一百 他上次说买了个烂水果嘛 就是我就想去买个好一点的 就是他说会 我就比较放心嘛 挺好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个信用卡的事 信用卡 他之前就是办了一个信用卡嘛 然后我们第一次出去刷 然后他刷完了之后呢 他笑嘻嘻地跟我说 我这个信用卡没有密码 多好呀 我当时我脸就黑了 信用卡都不设密码 你这也是额度 也有小十万吧 你丢了的话 别人不就直接刷了吗 我第一次用那个信用卡呀 后面就设了密码呀 也不是我没设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可能当时我比较乐观 就带着点笑 就跟他说 就引起他的误会了 他老是这样 就是老是喜欢 去跟我辩解什么 是你自己根本就 没有想到那一层 我说了之后 他才马上改的 你就是没想起来 姑娘她对你好吗 对我好是挺好 那不是完了吗 可是就是好 这种好 谈恋爱没有关系 我觉得谈恋爱 两个人在一起挺开心的 但是我也快毕业了 就是如果要跟这样的男孩子 走进婚姻的殿堂 现在都让我这么累 我怕以后会更累 这些事情还挺影响感情的 每次因为这个吵架什么的 而且他就是谈恋爱吧 也特别不懂女生的心思 不懂我的心思 就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他请了一天假特意陪我 我还挺高兴的 就还不懂你啊 就我挺高兴的呀 然后我想象中是 他会给我安排好 第二天所有的行程什么的 至少没有惊喜 也得有安排吧 但是他就是只请了个假 什么安排都没有 没有啊 我问了你啊 我说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然后他否决了 就说我们在家吃火锅吧 然后真的在家吃火锅了 我觉得是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就是你预定好一个地方了 我跟着你走就行了 在家里吃火锅不也挺好吗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 没有惊喜浪漫了呀 我现在听明白了 女生嫌这个男生可能有点木讷 对吧 人情世故不是很通达 生活能力可能你认为稍低一些 对吧 也不会人际交往 男生是怎么会对女生没有安全感的呢 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他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 他就会很生气地对我甩脸色 比如说有一次 两个人在路上骑单车 就是我的单车不小心挡了他一下 然后他就当场对我吼了一下 我觉得挺没有面子的 他经常这样会就是让我觉得 他可能不是很喜欢我 哦 因为他对朋友从来没有这样过 你根本就不是不小心弄到了 他骑车你知道吗 两个人骑自行车 他就跟小孩子一样 特别喜欢摸我轮胎 在后面摸我 我都快摔倒了 那我当然生气啊 就那么多人 你还玩这个 平时玩完没事 那都快摔倒了 你说我生不生气 而且我就是脾气虽然大嘛 但是我是那种 就是气不过夜的那种 甚至说有一下 我当时的就反应过来了 我可能过个十分钟 我就会去哄他什么的 还有吗 还有什么不安全呢 就是平时他比我还忙 就是我已经工作了 然后他还在学校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 已经比我还忙了 就是我有时间的时候 他会经常没有时间 我有空的时候想去找他 他也会说没有时间 但是他说的这个事吧 像之前有一个广告公司 就是找我签约 福利待遇什么都挺好的 我其实也有点想去 然后我跟他商量来着 他就是特别不高兴 第一他不喜欢 自己女朋友泡头露面 第二他觉得 如果我再去忙这个了 可能会更忙 就没时间陪他 然后有点不高兴 但是我后面还是 就是考虑了你的想法 我当时就把那个拒绝了 身为一个男生嘛 就是总不喜欢 自己的女朋友 去做一些抛头露脸的 不是 你那什么工作呀 签约的那种主持人 带小孩 然后拍摄那种 那挺好的嘛 那是什么抛头露脸的 但是他就是要签很长 你喜欢吗 我当然喜欢 做就是了 他可能最后也考虑 所以到了我就没有去了 所以女生其实还是挺 顾忌男生感受的 对吧 但是他老是就是 对我工作上面的事情 就老是不高兴 觉得我就是 没时间陪他了 他是那种 就是简单的人 他肯定想要 这种闲适的生活 而我是好胜心 会强一些吧 就是我想要 更好的一种生活 那我自己去追寻 这种生活 然后我自己努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呀 但是你应该在旁边 应该鼓励我支持我 但是他不是 他就是会跟我不高兴 觉得你又加班了 你又忙了 你又怎么了 我还挺累挺委屈的 所以现在看来 并不是人情是否通达 在某些核心的东西上面 两个人好像 并没有达成故事 女生现在 其实有点舍不得是吧 想走有点舍不得 觉得其实这小子还不错 但是要真的嫁给他了 用你的原话说会很累 对吧 男生会觉得很委屈是吧 我其实挺在乎你的 你怎么这样 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相爱 但是我们觉得 再往下走 女生会觉得我累啊 我没办法呀 咋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娟 怎么解决这个累的问题 其实要是在女生手中 一个男生在大庭广众 说自己在恋爱过程当中 没有安全感 很难 没办法 还能够 跳出来 我已经没办法 她的会认不化 能够 没有 我 跟你今天 让我 还能够 一 我 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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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义务 跟他一起一直走下去 但是走着走着 我就越来越发现 他不是我要找那个人 可是碍于情面 他没办法把这个话说出口 我认为 其实这种单纯 有的时候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这个理解是 鉴于什么之上呢 鉴于欣赏和认可一个人之上 如果我打心底里 欣赏认可我的另一半 那即使他再单纯 他再傻 在我眼里依然是可爱的 但如果我打心底 一点都不认可 那想要理解他 就变成了男上嫁男 那未来再继续走下去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希望 希望你们好好 能想一想这个问题 其实更多要想的是女生 你到底是责任 还是感情呢 谢谢你们 性格互补呢 可以成为 两个人在一起的联合计 但同样呢 也会成为两个人分开的理由 其实关键点是在于 你是否彼此懂对方 他足够地懂你吗 他可能只是知道 你在外面很忙 但是你有跟他说过 多少次 你的生活的样子是怎么样 你对未来的期望是怎么样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他懂吗 反过来 你懂他珍惜你的是什么 他希望从你身上取得的是什么 又希望你改变的是那些 你能做到吗 所有的比如说第一次 他有太多的第一次吃亏 然后这些人情世故不懂 其实都非常好办 因为随着他 在你的调教下也好 或者在你的影响下 包括自己的发展轨章 他都会加强的 而你点出的那些错误 根本就不是原则错 最大的问题是 你好像是无法跟他 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因为每一次 我跟他说这些的时候 他会特别不高兴 就我不能提幼稚这两个字 就是他就会不高兴 他觉得这些没有问题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其实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你可能换一个词 你不说幼稚 可能这方面你有点单纯 想得简单了 可能换种方法 他可能能听进去 但是你找不到 让他打开心扉 听进去的那个方式 相反 他给你所做的东西 都让你有压力 比如说为你留在这里 要知道你在哪儿 你为什么去了 去那哪儿又不高兴 你到底想要什么 生日到底怎么过 才能让你开心 他都不知道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不是他性格上的问题 不是他单纯的问题 是可能他根本就不懂你 同样男孩呢 他能不能走进你的内心 其实你是有感受的 你不愿意听他说幼稚 其实你是抗拒他走进你的内心的 对不对 你如果坚持自己 那你无法跟他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们俩各自审视一下自己 有些决定 是不是下得过早了 被他留在了江西 如果分开 你会不会怨他 那就好 那就好 所以在我们彼此 投入到还不够那么深的时候 不妨审视一下 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 自己做这些 值与不值 就这样 优点的反面一定是缺点 就看你把哪一面翻出来 你怎么去用 你得到了优点 就一定要为缺点而付出代价 这些道理都懂 很清楚 但为什么你还是要在拥有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 去挑他的缺点呢 那是因为你自己有优越感 你觉得我有条件 挑挑宅宅 你觉得我比对方有优势 我有资格来挑剔你的缺点 所以你才会去挑缺点 你才会去要求尽善尽美 但这种优越感 也给你带来双重感受 一种感受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有资格对你的缺点挑挑宅宅 还有一种感受 就是因为 你在南昌是主人 你有优越感 但同时你有希望 不因为自己更多的强势 而让对方反感 你应该过于的去体谅对方 所以你才会选择 放弃一份自己做喜欢的事业 这是双重感受 所以我认为 既不要因为自己的优越感 而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开心大过那些矛盾吧 刚刚导师说的我觉得也对 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资深的问题吧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开选择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